雷虹之豆 还有番外篇 王丽虹和李静雷的离婚风波爆发至今 除了两位当事人外 没想到还牵连出更多演艺圈大人物 不仅让百兔的妹妹 由米发文字称为最佳前任 还闹出轻声送几诊的乌龙 也让许若萱连发三篇文章 陈青并非知三当三 只是 就连王丽虹的好友 黑人陈剑舟躺着也中枪 不过 原以为雷神帮黑人夫妻俩发文说明之后 整起事件总算告一段落了吧 没想到 男权妈妈的原祖成员弹头宋建章 却又抛出震撼弹 一句 您不是所有天王最永恒的朋友吗 作为开头酸道不行 除了开轰对黑人在雷虹离婚风波 急忙撇清的举动感到相当不齿外 还写下 王朝903是谁的女朋友上吊 暗指黑人恐陷轻生事件 虽然难头已经把这篇po文删掉 一起离婚丑闻 闹到涉嫌社会事件 根本让网友吃瓜吃的 差点盐住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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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